自从德爷来到中国,一言不合就挨饿的体质瞬间失效了 每天都能开到宝箱,几十斤的羊肉串随便吃 而这一期德爷又来到了云南省 他的对手是号称荒野美食家的乔西 看过荒野除王的都知道他的实力绝对不输贝爷和德爷 这俩人都是求生界的传奇 挨饿之神对战美食之王,听起来就相当刺激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本期挑战地点位于云南省的三江病流区 金沙江,蓝沧江与怒江在这里交汇 这里地貌复杂山路崎岖 最高海拔在4400米左右 为了确保这场巅峰对决足够精彩 主持人强哥特意制定了一条极为复杂的路线 两人要沿着森林一直往上攀爬 经过高海拔湖泊后抵达这里的最高峰 直到看见山坡背面的金翻才算胜利 比赛开始前德爷因为水土不服 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随行的医生给德爷注射了盐水 并且希望比赛能够推迟几天 马特也对德爷表达了关心 但一生要强的德爷还是拒绝了提议 很快他就出现在了比赛现场 随着主持人强哥一声令下 两位选手向着山顶飞奔而去 德爷选择了一条比较崎岖的路线 这条路离终点更近一些 由于这次的对手比较强 德爷放弃了猥琐发育的打法 一上来就选择拼尽全力 而乔西这边并不着急 根据以往的求生经验 他习惯先去森林里收集物资 乔西的老家在新西兰 自然环境和云南省很接近 所以乔西对这场比赛充满了自信 不愧是荒野美食家 乔西上来就找到一窝蚂蚁 他一边吃一边给观众们介绍 不同蚂蚁会有不同的口感 像这种蚂蚁就是柠檬口味的 酸酸甜甜的很是开胃 随后他又在地上看到了动物的脚印 感受到蛋白质的召唤 乔西一股脑地扎进了瘦道中 此时的德爷正在向山顶进发 他本想沿着瀑布边缘爬上去 但因为严实过于湿滑 德爷一个踩空掉进了水中 在水里扑腾了一会后 德爷及时地爬到岸边 差一点就被瀑布冲走了 汉鸭子德第一天就来了个透心凉 刚开局就这么倒霉 气得德爷对摄影机说出了厚礼谢 他不仅要先找地方烘干衣服 小野因为刚才的遭遇受伤了 德爷采集了一些草药 这些植物可以帮助伤口消炎止痛 他打算先给自己的脚包扎一下 看来德爷平时没少看本草钢木 连各种中药都能寄得一清二楚 接下来他暂时不能赶路了 必须留在原地休息一夜 德爷那边上来就残血了 而马特还在疯狂地开宝箱 他在树干下捡到一种菌类 这些像贝壳一样的蘑菇不能食用 但是它们是很好的隐然物 如果带几块在身上 那就跟带了一个打火机没啥区别 想点火的时候就掰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六点 马特也准备先找个地方过夜 他面前有一块巨大的岩石 稍加改造就能当临时庇护所 马特收集了不少树皮 打算用它们来贴墙面 又砍了一捆竹子当作支架 先用这两种材料搭好木屋 看来马特也是个讲究人 多多少少有点强迫症在里面 完事后再铺上一层苔血 防风保暖效果直接拉满 主打就是一个精致舒适 弄完这些已经快天黑了 马特开始准备生火 他掏出了一根削尖的木棍 把它绑在自己的鞋带上 怪不得让德爷这么有压力 钻木取火都快玩出花了 将收集好火种到浸甘草 随着一阵浓烟升起 熊熊烈火被迅速点燃 马特表示这都是基本操作 荒野美食家的称号可不是吹的 而德爷这边就比较窘迫了 手搓了半天也没见一点动静 手掌上还起了一个大水泡 也不知道最近是不是犯水腻 德爷决定先凑合一宿 扛动的实力他还是有的 而乔西这边还秀上瘾了 他又用竹条编了的鱼篓 半夜跑到河边去摸鱼 打算给观众们一个小小的震撼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晨 乔西的火堆上已经挂了两条烤鱼 如果换得也来肯定懒得去内脏 但乔西毕竟是搞美食节目的 不仅食材要清理干净 鱼肉也要烤到正好八分熟 一口下去鲜香十足 随后他又掏出之前找到的白花绒蘑菇 这东西可以长时间保存火种 效果就和蚊香差不多 先用柴火给他点燃一小部分 等到蘑菇冒烟之后 赶紧用树皮密封起来 两边塞上干草防止空气流动 以后想生火就方便多了 相比于乔西这样的精致男孩 得也就是典型的操劳爷们 一大早就向着山顶发起冲锋 他选择的路线比乔西更加崎岖 反正已经倒霉成这样了 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望着云雾缭绕的山顶 得也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路边一棵灌木引起了他的注意 上面有不少橙色的野果 得也二话不说塞进嘴里 管他有没有毒 先尝尝是啥味道的再说 没想到这野果还挺好吃 口感和蓝莓差不多 得也正在那美滋滋呢 谁知道脚一哆嗦 直接从山坡上滑了下来 差点没来个粉碎性骨折 这让得也不得不开始怀疑人生 他开始有点后悔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眼前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随后得也发现了一个山洞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 他打算先生火把衣服烤干再说 乔西这一路虽然过得很滋润 但随着离山顶越来越近 他出现了严重的高远反应 感觉双脚就像灌了签一样 双眼直冒新鲜 由于早晨刚吃了烤鱼 乔西还出现了恶性肝嗑的症状 论皮糙肉后这块他确实比不过得也 乔西随后找到一些蓝莓 这种酸酸甜甜的食物可以促进食欲 减轻肝嗑反胃的症状 他在山坡上到处寻找草药 希望有什么东西可以缓解高远反应 随后又掏出了蘑菇打火机 割一小块倒在干草上 捧在手心里轻轻吹两下 一个火堆就轻松到手了 他准备熬上一锅草药 没有锅碗调盆没关系 在河边挖一个泥巴坑 把烧透的石头扔在里面 用高温来将草药焖熟 这种方式制高返总感觉有点不太靠谱 很有可能他就是单纯来炫技的 一口喝下去满嘴都是泥巴 脸上立马挂上了痛苦面具 同样都是在高海拔地区 德烨这边还挺活蹦乱跳的 为了保证钻木取火能够成功 德烨制作了一套豪华的钻木工具 有了六星神装的加持 德烨总算升起了火堆 衣服鞋子湿了两天 他整个人都快被烟入味了 赶紧烤火舒服一下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天还没亮 德烨突然被一声动静吵醒 起床一看德烨惊呆了 草丛中竟然有一只山羊 这不会是还在梦里吧 德烨抄气板砖就是一套技能 山羊走得十分安详 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 德烨细心地给羊肉做了分类 这要是放以前早就烤全羊安排上了 把羊肉串烤到滋滋冒油 这要是再来点自然就更香了 德烨含泪吃了好几十串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为了方便打包带走 德烨将剩下的羊肉都烤成了肉干 还将羊皮做成了时尚背包 经过这一天的养精蓄锐 德烨的战斗力已经恢复到巅峰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终点猛冲 乔西这边要比德烨快了不少 他已经抵达了湖边 但是和德烨一样 乔西也是一个汉鸭子 此时再绕路已经来不及了 乔西准备打造一艘战舰 木材的选择非常重要 枯死的木头浮力会比较强 这种木头乔西一连长了七八根 然后把树皮拧起来当麻绳 将这几根木头桩子固定在一起 一路向西号打造完成 乔西划着船朝终点前进 本以为这把算是稳赢了 但山头突然刮来一阵妖风 弥漫的大雾瞬间挡住了他的视线 乔西的心里慌得一批 只能划着船在原地打转转 而德烨就没有这种烦恼 他选择的路线已经避开了湖泊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冲刺 他已经追平了乔西目前的进度 眼看着天就快下雨了 德烨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 他扭头钻进了一个山洞中 打算先在这里休整一夜 同样是因为这场大雨 让乔西不得不暂时选择上岸 本来胜利就在眼前了 谁知道这时候突然闹幺蛾子 多少有点玄学成分在里面 明天就是最后的冲刺了 德烨这边可以靠羊肉干补充蛋白质 第二天一早 两人几乎同时向着山顶跑去 经过三个小时的奔袭 他们发现了位于山脚下的金帆 吃完羊肉的德烨浑身充满干净 一路火花带闪电就没停过 乔西这边速度也很快 就像窜天猴一样冲下山坡 两位都是荒野求生界的传奇 为了赢下比赛真是豁出老命了 德烨用尽全力跑到了终点 他赶紧跟强哥确定比赛结果 然而非常遗憾 这次的胜利者是荒野美食家乔西 德烨虽然非常遗憾 但他毕竟是带伤参战 输给乔西也不算丢人 下一位挑战者会是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